科技逐渐进步 现代人大多也都会打字来取代写字了 而担心书法会被世人淡忘 书法家吴云靖 在最近就选在至上国中 来举办文房亚气展 透过展示珍藏40年来的文房四宝 带大家来看看 有着各式形状的电台 指振等文房亚气 而现场有百件以上的展示品 内容相当的丰富 合唱团悠扬地唱起台湾本土歌谣 替展览揭开序幕 投入书法40年的书法家吴云靖 为了推广书法之美 近期在至上国中 展示珍藏已久上百件的文房亚气 更吸引了忠实粉丝 特地从台北慕名而来 我其实已经注意吴老师的收藏品很久了 其实早在十几年 他在民生报那个时期 就有他的收集研台的一个报道 很惊艳 尤其吴老师收集很多古董 所以对他也很崇拜 所以说特别追星追到 我是从台北过来的 特别过来看看老师的作品 我们这次展览就是 以古时候的这些文具 加以有的是现代的 有些是古时候留下来的 来做整个完整的展示 从高中念台北的复兴高中 就参加书法车 到现在已经40年了 民众看着珍藏的展示品 看得相当入迷 展示的作品里有着鸡 鱼等各式造型指正 还有多种宴台和书法水滴壶 吴云靖表示 随着科技进步 现代人逐渐以打字取代写字 为了不让书法没落 他在各地积极推广书法 也配合教程到学校教小朋友 了解书法文物 墨条 然后还有笔山 换笔的 古人更讲究的是笔床 配合教程 那有学生美术班的学生 在这里当场 当场素描 画下很多东西 我顺便导览这样 书法家吴云靖希望 能够借由每次的雅齐展览 来引起大众对于书法的重视和兴趣 文房雅器展 即日起到12月31 全程免费入场 带领民众应亏难得的书房雅器 接下来我们台中采访报道